YouTube的赤 sorgen Bloody 哈哈哈哈哈 來來 今天搞大事 今天搞大事吼 我們要去一個池子 這池子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是超屌的 直接下SUP 我感受今天的畫面應該蠻精彩 然後今天張威恭喜丟 每次都偷跑不丟 這次終於有丟了 老實說有時候有丟人是釣不太到魚的 偷跑才會咬 偷跑才會咬 好啦 搞起來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已經稍微探路了 我們各起一隻魚 欸 冷咧 有耶 有耶 有東西耶 欸 欸 欸 原地放生 我還在期待你的暗黑料理 終於終於了 可惜沒錄到 你可以再丟回去再拉一次 欸 你看 你這輪多壞啊 我不會跟大家講 結果要上靠黑釣魚了 靠黑釣魚 喔唷 很怕耶 這邊踩的量應該是還蠻多的 我還要搖個屁股嗎 脫 黃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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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內褲嗎 沒有 短跑褲啦 短跑褲啦 巴拉松健將耶 帶你去海上滑6公里 看你還剛叫巴拉松 滑到眼角不敢 走啊 走你 興奮耶 興奮喔 如果你要上來可以嗎 我不要 帶你去玩 不要啦 兩個人剛好運 喔 小心小心 踩穩 踩穩 好啦 照給你囉 新手船長 走吧 走吧 直接去最遠的地方 很爽耶 哇 這裡真的很漂亮 很大 從地圖上看直徑大概400米 剛超岸邊就釣到兩次台的耶 我覺得 遠處比較沒人釣的地方 可能剛剛咬 喔 盤退好了 這畫面很怪怪的 人家在漏春風 漏春風 但連初夜都沒有 你不要再看我黃標 有那麼嚴嗎 沒有啦 我說這個人一出現就會黃標 你看 來 今天的鮪魚虎之旅 前面那個草區 看起來很有 再用這個 絕命棒棒掌 沒有挖 欸 挖怎麼在那邊 就要過來 就要過來 好 好 拍過來 就到 救援成功 唉呦 它在裡面直接爆耶 舒服喔 有喔 有喔 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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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耶 今天的午餐有囉 這個缺點就是 咬了之後它整個就會縮 在後面 重新調一次 它捅到裡面去咧 有機會喔 哇 沒有錯 好大隻喔 對 超大隻 嚇死人 我要搶魚 我要搶魚 好像魚虎喔 很大耶 很大方向 不是雷 不是雷 我看到是雷很大 好像魚虎喔 嚇死了 好近喔 不是這樣 有沒有差異了 喔 幹 幹 看一下會不會這樣 沒事沒事 應該不會被人爬蛋了 幹 拍謝 等一下一定要請你吃個飯 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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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魂差點都沒了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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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了 中 啊 掉了 剛剛看到 小隻的 來了來了來了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在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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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喔 吃了 丟 它衝出來耶 好猛喔 刺激喔 欸 它還咬下去了耶 好多喔 這量好多喔 欸 它看到人不怕耶 有點怕 但是 大家媽 它就是本人說 幹 我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吃 好猛喔 好猛喔 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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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雷這個平常要釣要稍微找一下 可以 算了算了 來中場休息一下 這隻真的很好玩 這隻其實能泡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決定下船 真的是有打到點 那些標點對的話 台雷就會衝出來 其實爽度不輸於虎 只是拉力小了一點 不對是小很多 當他們著溝之後 他們就停止抵抗 慢慢給你拖回來 但是那個大水漂的程度 這真的還蠻爽的 那台雷就是俗稱188 班里 那其實在北部 特別是桃竹苗的地方 有一定的族群在 只是要找還真的不容易 雖然說我們北部這邊 非常多的池塘 但是95%都是有人的 即便裡面有台雷 但是你沒辦法下去釣 真的是要多問多探 每個字都探過 才有機會把這個魚釣上來 那其實打台雷的觀念 跟打呆打魚虎是差不多的 理科的魚類是喜歡躲在障礙物裡面 像這次就用最近很紅的絕命棒棒塔 它的設計比較細長 尾部比較膨一點 像對台雷來說其實入口性非常好 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它跟同體型的呆相比 它的頭寬大概少了30%左右 所以耳的四口性真的是非常重要 幹子的部分一樣是用薩雷諾 這把已經打過呆了 這次拿來打雷 算是可以攻城生退 沒有啦還是要繼續用 蠻好用的一把幹子 然後就是用的是八尺的型號 上面有一個Crossover 代表就是你可以隨便亂弄弄的意思 Crossover其實在車子裡面非常常見 在吊竿裡面的話 代表說它淡水也可以用 海水也可以用 一竿在手 淡海水都有這樣子概念 簡單分享一下心得 等一下再繼續搞 如果有吊到一次還不錯的 帶你去加菜看看 終於是小呆呆 哇這個玩吞耶 你這個大炮打小鳥 你這個大炮打小鳥 走 敗了啦 0.5分 0.5分 下槍還一直打 打從我開始拿鹿牙桿 就在吊它了 在前面咬 直接把它尻起來 直接把它尻起來 哇太累了 又一隻 哇真的漂亮 咱們今天的戰果 兩呆兩雷 嗯 今天的晚餐就是它啦 你等一下就跳回去了啦 哈哈哈 不要亂詛咒 哈哈 OK來今天來把這隻台雷處理起來 然後這隻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麼黑 可能是個體差異 不然就是它太陽曬太多 既然是里克的話 我對它的評分 已經有基本分70分以上了 就來看看它的肉質到底跟 魚虎 跟泰國裡 有什麼差異 既然現在天氣那麼熱 我光是沾著都開始流汗了 就來做個泰式清正檸檬魚 我來開吃 哇這個天氣熱就是要吃這種重口味 好我們現在吃一下上面的部分 這邊比較沒沾到醬料 應該是比較原味的 這個肉其實很多啊 而且從上面看看它的膠質 是非常多的 原味的部分 你看 這肉很彈 而且它的皮的膠質真的非常多 而且淡水其實很常會有土腥味 這個沒有 就這樣遮一下 我覺得魚虎的肉 嫩中帶一嫩 吃起來是有嚼勁 在泰國裡的肉 嫩中帶三 它的肉是比較綿密 吃起來會入口即化 但是台雷吃起來是Q中帶綿 哇 雖然說都是里克 但是肉質上有本質的差異 不知道是不是跟它的爆發力有關啊 魚虎因為爆發力比較強 所以吃起來也比較紮實 泰國裡的赤汁 在台雷真的是拉起來之後 好像就會脫一個塑膠袋一樣 它的拉力的確是比較小 有殘導醬的部分吃吃看 哇 這就是我要的泰式酸辣 又酸又辣又鹹 哇 真的是消暑聖品 我覺得這次做得還蠻成功的 來魚肚的部分 哇 好酸 你幫不下去加太多 哇 好下飯喔 應該是要拿點飯來吃才對 真的台雷真的是 以露雅魚種來說 不是很常見 真的是有一些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池子 才會有 但其實它們的數量是有一定的存在 我聽說這種魚也是有在養殖的 但是我是在市面上看到不多 來吃吃看 整塊腹部的肉 我覺得不輸餐廳賣的泰式料理喔 講真的我非常喜歡吃泰式的東西 今天終於有機會自己做一道 但是我覺得它吃起來它的刺 比想像中多了點 可能是這隻稍微小隻一點 所以刺的分散沒有那麼多 每一隻略食性的魚類 最經典的部分就是它們的咀嚼雞 來咀嚼雞的部分 哇靠這個這樣在吃雞肉啊 好彈啊 這種調味這配上飯 應該可以吃個好幾碗 真的很下飯 好吃好吃 等一下這個湯也不要浪費 哇靠這個湯帶劍 哇靠這個湯帶劍喔